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判定未猝死 其实近几年来也有类似的案例见报 所以怎么好好的洗个澡就会突然猝死呢 其实这跟如今的气温以及洗澡时候水温对身体的刺激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已经是深秋季节 天气也比较冷 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病突发的季节 众所周知 心脑血管疾病一直都是导致猝死的重要原因 所以对于老年人 尤其是患有高血压 关心病的老年人 洗澡的时候不得不注意一些细节 一、洗澡时的水温 很多人不论一年四季都喜欢用冷水洗澡 也有的人喜欢洗个热水澡 特别在天气寒冷的时候用很热的水洗澡 过高或者过低的水温对于血管 心脏的活动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水温过高可能会损伤皮肤 还会导致血管扩张 导致心脏供血不足 水温过冷使血管发生收缩 血压升高 洗澡的水温控制在人体的温度37左右 是比较适宜的 最好不要超过40 二、控制时间天气寒冷的时候 人们都喜欢在浴室里待很久 一般来说洗澡的时间不应超过半小时 长时间洗澡容易造成皮肤脱水的情况 加上浴室的空气不流通 很容易出现缺氧导致的头晕、乏力、胸闷等症状 此外血管受到长时间的刺激也很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疾病 三、这些情况下不要马上洗澡 有一些情况是不适合马上洗澡的 比如早上刚刚起来 饱餐之后 激烈运动之后 情绪很激动的时候 刚刚喝完酒 以及做完拔罐刮沙等情况 这种时候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调整缓和自己的状态再洗澡 猝死高发的时间段 不得不知道一年之中冬季时发生猝死的风险会增加 这是由于寒冷的时候人体血管容易收缩 出现血压升高 而在一天之中发生的时间就是凌晨和上午6-10点 清晨是一天之中 血压的最高峰 同时经过一天的休息 这个时候人体的新陈代谢水准比较低 血液的粘稠度比较高 所以早上刚起来的时候 适不适合马上进行晨练运动或者洗澡的 而且尤其要避免洗头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